你 你怎么还吃上螺蛳粉了 我们现在可是去看插现场 我劝你少吃点 聚人瓜我都见过 那叫什么场面 还有什么能吓得我 那你见过辣化的尸体吗 你是说辣香管理人偶那种 其实我也没见过 我就是在课本上见过 所以你还少吃点吧 相话少说 赶紧去现场 拿 拿着吧 说不定能用的 瞧不起谁啊 辛苦各位赶到河川 当地警方感谢咱们法医室 给予的技术支持 客套的话就免了 介绍情况吧 尽早五点 在这个废车厂 报案人捡到一个袋子 以为里面有什么东西 五点二十分 他报了案 龙华汽球场 曾经是河川县最大的汽球场 五年前就已经废弃了 由于地点比较偏僻 来的人比较少 所以汽尸袋 到底是什么时候运过来的 没有人知道 咱们调查的范围实在是太大了 那么辛苦大家了 开始吧 是 网络 对 黄华 你也请去了 那个袋子看起来挺稀有的 那 你死了 尸体上有环容状液体 皮肤也皱巴巴的 像香皂一样 湿辣化特征明显 尸体小腿以上的部位 被密闭的 套筒状的塑料膜包裹着 造化的组织 浸透衣服 覆盖在表面上 我们无法判断死者的 年龄和面容 但从高跟鞋和头发来判定 死者应该是女性 我问 看下中心现场 怎么样 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死者死亡后 尸体会在两个小时内 出现湿浆 一般出现湿浆之后 尸体很难驱取 但我们看见的这几具尸体上 已经处于完全驱取的状态 凶手在湿浆前 就完成了捆绑 包裹 驱取装带这样的程序 凶手选择用保鲜膜包裹尸体 目的是为了定型 方便装带 也就是说 死者死亡到装带完成 一共不超过两个小时的时间 塑料膜包裹 保持适度的温度 缺氧潮湿 这些确实比较容易造成湿烙化的尸体 你看 电话线 先把尸体带回解抛中心吧 这么大的废车厂 加上这些垃圾废品 这样的现场 很难找到有用的证据吧 就算有证据 也早就淹没在这个垃圾堆里了吧 这可真是个泡石老定